前端安全防护可顺利到达母牛的子宫镜口位置 这时我们可以在显示屏上清晰的看到子宫镜外口的位置 然后我们竖竞灯外套选用独特的圆弧设计 可以顺利的通过16到13厘米 呈不规则褶皱的子宫镜 来完成子宫体内部输精 下一步我们将这个母牛的生殖系统做一个深度的解剖 这一块还是牛的阴道路口 也就是说它的阴道应该在这个位置切除了那一块 这个地方这是尿道口是通往膀胱的 然后这是阴道深度 就这一块是子宫镜的外口是很多折皱的很多折皱的 然后子宫镜还是说这个部位是6到13厘米的子宫镜 它是很多的折皱大家可以看一下 传统的输精方式 包括即使是在直肠把控的天积下 它是不可能轻而易举的通过它的 直接完成子宫体内部输精的 而我们的这个牛专用的输精 可视化输精 可以轻松的直接到达子宫镜外口 然后我们的输精钉的外套 特殊的圆弧设计 可以轻松的穿越子宫镜 不满不规则折皱6到13厘米的子宫镜 然后完成子宫体内部输精 完成子宫镜